不少民众家里都有饲养宠物 经常会跟宠物有亲密的接触 但是要小心了 因为张花有一名11岁的彭小妹 突然高烧不退 还有咳嗽 流鼻涕 更凭尿到医院检查 除了罹患新冠肺炎 和病没将军感染跟鼻痘炎之外 竟然还意外发现感染了 罕见的犬巴斯德菌 就连妈妈也被感染 幸好这母女俩 接受10天的抗生素治疗 就顺利的恢复健康 亲一个 跟贵宾狗玩嘴对嘴亲亲 让狗狗热情的舔小脸蛋 但要小心 这样可能会感染 人畜共通的传染病 张花一名11岁的彭小妹 突然高烧不断 还有咳嗽 流鼻涕 贫尿的症状 到医院检查 医师除了诊断出 罹患新冠肺炎 合并没将军感染和鼻痘炎外 竟意外发现 感染了罕见的犬巴斯德菌 一直说丑狱 然后就是就算退到来 也是头晕 然后她说 尿尿有点不舒服 那我们还想说 是不是其他原因 应该不是狗狗 因为是饲养家庭的狗狗 应该是安全的 妈妈怎么也没有想到 家里没有饲养宠物 女儿去上音乐课 跟老师的狗狗玩 竟然会引发感染 然后自己也被感染了 医师说这犬巴斯德菌 通常寄生在猫狗禽类 镊齿动物的口腔 鼻咽呼吸道内 通常会因为抓伤咬伤接触 引起伤口或软组织感染 同时会有泌尿道感染 常见发烧 贫尿排尿疼痛的症状 幸好这对母女 透过10天的抗生素治疗 顺利恢复健康 接下来林佳明 台中报道